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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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应该还是会显得更多 他毕竟是有220万的筹码 哇 这么厉害的吗 这么厉害的吗 盲独队手KK吗 莫独队手KK吗 波发你有点神啊 即使是面对对手的KK 他这里依然是有40%的赢面 Ace? O-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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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King? I will go to the game, I will give an final card to him...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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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Ace?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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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转牌是继续落后了一些 看一下合牌 哦 一张A 那合牌的一张A是把我们的孙芙琳是淘汰在了第18名 这场比赛啊打得非常的激烈啊翻前 我们的波发是用一个A圈 一个4-6开的一个跑马赢下了对手的KK 哇 我们的Fish2013 Migita 在这里是拿到了一手坚果牌 翻前的坚果牌 啊 做了一个跟注 试图去蹲一下对手 看看后面有没有玩家 因为他的位置还是比较靠前的 他看看后面有没有玩家是上套啊 Jutela在关上位 K10的跟注 啊 上 这里是 我们装运玩家的Cortus是拿到了一手口袋对K啊 啊 那这里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了 这里是只能无奈的在翻前跟对手打光 啊 一定会选择做一个家主 啊 那我们的Fish2013这里 非常的开心了 啊 又抓到了 可以看到在一个私家抵制中我们的KK的盈率只有9% 非常难赢 甚至还不如K10 因为他的一张K已经是被K10拿走了 一张K已经被K10拿走 那么只剩下一张K的队盘 呃 一张K的主牌 全场只有一张黑桃K是能够帮助他的 啊 我们的Mikita Badzakowski 应该也会选择做一个 All-in 还是想演一演 蹲一下后 后置位的玩家 用一个长的思考时间 也是为了平衡 平衡他有其他牌的时候 一个翻前的思考范围 好 他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那后卫两位玩家是选择了盖牌 那后卫两位玩家是选择了盖牌 他又说 我手里有Nuts 而且可以看到啊 这首KK是很难去超越了 真的很难超越了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 我希望你踩踩Temoké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 因为你没有遇到我 啊 这首如果是K10在里面的话 真的是有一定的机会啊 我们的主Taylor 如果转排出现一张9或者一张A 哇 啊 那我们的K10本来是已经 赢下了这个底池了 非常可惜啊 没有进去 那我们的K10是很遗憾的被淘汰在了第16名 出局 本场赛事是这次比赛的 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重投席 这是一场主赛 本次我们的系列赛是双主赛的形式 100万港币买入的长牌主赛 是由我们的Brain Kenny拿下了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Brain Kenny在这次的赛事中 是连续的拿下了两个冠军 两个冠军啊 非常多 分别拿下了1123万港币和2130万港币的奖金 非常的丰厚 啊 这我牌可以看到 啊 是一个cooler啊 我们的Hexen是击中了一个天生夏顺 而我们的曹瑞是击中了一个天生上顺 天顺对天顺 在890的面上 76对上了勾圈 啊 出了攻队了 就可能会让我们的Hexen少输一点 曹瑞在这里选择了一个 在翻牌做了一个过牌 那没有拿到 对手太多的一个价值 因为Hexen也在翻牌选择了一个过牌 Kinnis Key也是没有打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翻牌啊 三位玩家都是很和气的看到了转牌 结果转牌出了一张攻牌 Hexen是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那这手牌是应该输不掉太多了 后门花也出现了 攻队也出现了 现在是顺花攻对面 在二十二万五千的底子中下注六万 做了一个六万的下注 Hexen这里如果谨慎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做一个call 做一个跟注 那他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做一个价值下注 价值加注 就看他怎么定义 曹瑞在 这手牌里的一个牌里定位 选择用一个加值牌 那他这里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加注了 毕竟底池有点太小了 二十二万五千的底池里面 对手下注了一个六万 Hexen可能会选择在这里做一个 标准的一个加注 可能会加到三十万左右 300 果然是加到了三十万 有点神奇 预言 因为这里一个三十万的加注是比较的合理 如果加的再大 对手跟注的价值范围就太少了 如果加的又小的话 有点打不够价值 又不像是在投机 所以他这里是 还希望对手拿一些弱牌去做一个抓机 他没有想到对手的牌是比他的还要大 很难读 这里两位对手两位玩家的牌都很难读 做了一个加十 面对对手这里三十万的一个加注 曹锐 选择跟注 我们的Hexen非常的 非常的难受 看到这我牌是真的像 真的像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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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上尾炮发选择跟注77 我们Fish2013的装位 选择做了一个加注 一个15万的挤压 选择跟住 直接击中了三条7 非常好的一个翻牌 对于破发来说 而且相对还是比较干燥的 虽然有买画面 但是还是可以的 这样子一个两高张单低张的买画面 是也远远的不够不够湿润 如果开出什么789 890两花 甚至8913花 那就有点危险 7-7这里 哇 他这神嘴啊 就是他之前在这种牌 开牌前他说 如果是击中炸弹的 他才 他就有恃无恐了 结果真的击中炸弹 真的是 运势惊人啊 做了一个22万5000的下注 我们的米奇塔这里 只有一个顶对的A 选择跟住 那估计也就是这一枪了 和盒牌千万不要出一张A啊 出A的话 我们的米奇塔就有点惨了 就 拿出了一张8 就不会输太多了 因为 这一波发有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大的价值下注 那我们的米奇塔是不太能抠得动一个重注的 打小注还可能会抠一抠 基于他的系统 他的顶队可能会防一个 防守一个30万以内的下注 甚至只能防到20万的下注 他打一个100万的话就防不动了 哎呦 你能够带我 为什么我招开你 我告诉你 不要拖开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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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优优独的 好 也大步一步一步 然后三步四步一步 这里面对一个一百万的超值下注啊 我们费者2013是没办法看到对手的底牌就很尴尬 但是这里我们的破发应该会 哪怕对手盖牌他也会秀他的跨子漆 开牌你认识的 他认识你大 开了白 没开牌他大的 啊whatever i tell you quads only i bet 圈圈啊七七 哈哈哈哈他没开牌我讲我中四条我就跟你打打打 真的中四条 这里我们的米吉大师做了一个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Hero Core但是跟到了对手的一个超强牌上 啊这里破发案在前支位跟住了八九同色之后面对了后支位观煞位的一个加注 他这个后手马量是完全可以跟住了因为太舒服了这个后手马量啊430万后手 有一个卡顺后门花 有一个卡顺后门花 有一个双头卡顺后门花 那几乎是跟KK55开了只落后KK一点点只落后10% 他做了一个20万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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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他做了一个20万 Перв训划 做了一个20万的下注 做了一个 emerged 很不舒服就 跟的真的有点不舒服 然后破发这里没有开牌价值 74万的底持 他有400万的后手 最后排开始前 他有一个300个前柱 非常深 在比赛的后期了 中后期有300个前柱 选个过牌放弃了 我们的KK这里考虑 在对手过牌之后要考虑打 做了一个27万5的小额下注 选择用一对八来跟住 因为对手这里的下注也是比较小 我们的KennisKey在这里选择 加注了十万五千用他的圈圈 在枪口位做一个这样的加注 不要显牌力啊 曹瑞在关上位是用一对七跟住了 也是因为后手筹码比够啊 他这里完全可以去买set 去买一个暗三条看看能不能买到 说买就买 没有买到暗三条 但买了一个不错的牌面 第一对两头顺后门花 这只是一个后门同花顺组合 全面对对手在这里做了一个十万的下注 一个简单的跟住 这里如果出一张勾的话就不太好打 这里六出现了 那曹瑞知道自己大了 选择做一个价值下注 原本的一个半偷鸡半炸虎下注 变成了一个价值下注 三十二万五千啊 也是一个很重的注 现在他要去用圈圈跟住一个三十万五千 底池来到一百一十万零五千 哎呀 啊 合牌的一张勾是直接实现了反超 那过牌之后 我曹瑞发现 合牌的一张勾啊 对真的是 难受真的是难受 没有什么牌能能赢啊 曹瑞说他牌也是肯定是all in了 也不知道曹瑞说的真的假的 我也选择 哈哈哈 哈 八色人 A8选的直接盖盘 八成这样我可能不感谢了 因为毕竟在这个阶段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不太好打一些边缘牌了 因为太容易被大筹码去拨学击啊 不过还好我们后他身后的 Guinness Key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玩家 不会乱搞的 对 所以他也不是特别担心 如果他下家是阿童就死定了 哈哈不会啊 你后面不是打超松 如果是你一定是all in他的 那我的打法很可能在后期就 可能很早期就死掉了 很早期就被淘汰了 哈哈 我早期还打得比较紧 我们要给我们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明年的身份是解说兼球员 解说兼排手兼运动员 就跟那个藤真一样 教练兼球员 看一下今年的夏天能不能在北美赛场有一个好的斩获 平常心 还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比较轻松与热的事情 当然谁都希望赢了 但不赢也还好 不会沮丧 不会气馁 因为你早已经经过了那个情绪上的波动期 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游戏 扑克这个游戏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好我们Kennis Key在这里选择过牌 肖静动做了一个11万的价值下注 哎呀不是价值下注 是一个bluff 是一个bluff 他的动作 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他都在价值下注 把我连我都骗到了 我看他的底牌都被骗了 应该是抓下了 应该是拿下了这个底持了 应该是这个 依我们的Kennis Key比较谨慎 他在合牌也比较不跟住的状况之下 这边应该也比较有可能 他有选择放弃 毕竟只有一个敌对 而且对手的确形象也不错 对 肖静动真的是形象很好的一个 一个玩家 好这里hijack位置 拿到有A勾杂射 做了一个跟注 做了一个跟注 头发盖牌 Gita选择过牌 他有击中一个霸 但是我们的对手 游民终是拿到了一个顶对 做了一个十二万五千的下注 又一张Ace 又一张Ace 出现了第二张Ace 出现了第二张Ace 继续第二枪的下注是直接收下的底持 对手也没有去反抗他的敌对 对手也没有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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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瑞在UTG的位置 枪口尾也跟注了五万 对手也没有去反抗 那其实我们在 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偶尔也会 朋友之间也有玩一些短牌 那也是我们从中在 学习这样子 那我们台湾也有办过一些短牌比赛 那我有去参加 那是25 看一下我们的翻牌 哇有一个 买那次花 和一个顶对 哇我们曹瑞一样下注非常快 镜头还没到 筹码已经丢出去了 好我们这边我们的普鲁光 有一个 买 喔 他选择Race吗 他选择call 就买呗 看一下转牌有没有买到 一张九 好继续打 非常打非常快 继续选择下注二十二万五千 真的是下注非常快 那也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注嘛 大概是一半 那我们普鲁光 会不会选择继续跟注呢 毕竟这边在叠牌上面 种花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花是比葫芦大 在四十二万五千的底池里面下注二十二万五千 那这里还是可以选择考虑更多 嗯 而且又又位置 主要是赔率好 主要主要是对手的后手后手多 可以发现在转盘里面 其实真的是好多人就喜欢就是买就是买多条街 对的确是真的是划算 经常这个SPR值 其实很多人都会在合牌不知不觉就就延迟了 嗯 在长牌里面这个赔率一定是不划算的 长牌里面面对对手在转牌的一个半吃下注 光买花 嗯真的很不划算 而且还在叠牌上面买花 对 不合适 可是在短牌里面 种花的话 嗯 就是要买花就是要在叠牌上买 对而且你又是买最大的花 你最好就希望对手有葫芦 对 就因为隐藏赔率好 隐含赔率好 隐含赔率好 过牌 放弃 打得比较的 就标准老实一点 买到就打 买不到就算了 因为也损失不了多少 而且现在也是一个 一个 泡泡圈 哦两位 all in哦 我们Hexton 和我们的 Mikita 在加一的位置和加二的位置 可是Mikita先all in Hexton是选择跟注吗 有可能是Mikita做了一个家族之后 Hexton做一个all in 对 他就是他们两个 原本的两个短马 现在我们的Mikita 是稍微多一点 有200多万 看一下我们的Hexton 这手牌 能不能顶住翻倍 就好打了 第一张是红桃柳 还不错哦 哦有一张圈 那基本上是 哦还挺危险的 因为有一个卡七的一个手牌 卡七的顺子 如果再开一张草花就精彩了 草花石或草花钩 这样还有一个双头顺在加 在加 猜一下 梅花钩 那些叫只有四张 四张七 四张七 这把他输了 他变成他短球吧 哈哈 四张七 啊没有开出来 顶住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Hextons得到了一个翻倍 翻倍 现在反而我们的 费学营山变成桌上 稍微比较短的场合 他输掉了一个八十万零五千 那还是剩下了一百多万 一百四十万可以打 还是不错 但是就没有一个球马上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很终于三十万 好,Kensky選擇埋伏了一個S-King 好,我們的... 我們的PeterJetton乖乖的可是中了一個天生順 Kensky應該很後悔,其實Kensky在這邊...喔他是加1,我剛剛看了以為他卡斗 那Limp是OK,想說我剛剛以為他是卡斗可以選擇直接O-In 那他的手碼還很多,沒有必要 那這裡直接先下注8萬 那PeterJetton這邊...天生順 有可能會選擇一個加注 因為對手這邊主動加注往往可能代表有一些兩隊或是一些更好的牌 那我覺得8勾這邊是值得應該做一個加注的 可以加注個比如說30萬,28萬左右 然後轉牌剛好可以打完 直接選擇O-In 那打的就是特別的... 很怕被買...很怕被買到 他打的就特別的乾脆直接利落 這個時候就是...就先保住他的...他的一個...權益 他只能在看著,不用我 他只能在看著,不用我 怎麼都有花痕的嘛 你看光面的這個牌 這個就是... 我叫他買掉有光面的 因為他照到去看明顯一層就好 這個不是他們做的嗎 我們要討論那個牌的那個質量 一樣的東西來了嗎 他們這個的...直播桌的一個牌 這個感應牌好像是跟那個... EPT的一個感應牌 直播桌感應牌一模一樣的 據我所知就好像有... 不一樣系統配合的那個牌 像我們台灣的直播桌也是有用感應桌 然後...他的牌是... 裡面牌沒有晶片嘛 所以可以直接感應到 然後那個牌我記得一副大概是... 800塊人民幣左右 好,看一下,轉牌才到一張屎 好,我們的... 強口位 有命中玩家是... 直接擊中了三條屎 做一個十萬零五千的下注 在25萬的敵之中下注十萬零五千 我們Hexen這裡... 沒有花的防守啊 他有個...上兩頭勝 如果有個花的可能還可以考慮更一下 這邊沒有花的狀況好像可以直接棄掉 因為... 出...出牌的話... 不是只有八張了 不是有八張了 因為方片的就不算了 對啊 因為方片出來你也不知道自己大不大 那等於就是只有六張牌 但還是要買... 那現在對話來說只有四張牌 來看一下 發個A也不行 對,發個A 但他不知道這一點 對,他不知道這一點 哦,炸彈哦 炸彈 炸彈 那這裡... 不過Hexen還是...發了十的話他比較安全 他不會支付的 因為他也知道對手擊中的對手很難去被偷掉了 那我們的劉明忠 中個炸彈 在想說 我要怎麼打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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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多少呢 他打得好像蠻小的 十四萬五千 我們Hexen只有一個King High 他這裡要嘛就乾脆蓋牌 要不然就是... Blove Lewis 好,蓋牌了 對,只能蓋掉 1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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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像我講的 當你許願的時候 你的願望還沒達成 可是你身邊有朋友做到 就代表說你的願望進 對,他過來打 萌陀卡路戰的1TB 還真的是我 我極力去學他過來的 對啊對啊 所以這種...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一個風潮 那得獎的人一定... 打的人越來越多 那得獎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就像我們去年的老衛 拿到... 金手鍊 中國的第一條金手鍊 就是... 住在中國的中國人 拿到金手鍊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 就是指標性 對啊,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iniMEN 圈圈對上圈圈 這裡可能我們... 對了我們... Makeda 其實滿難受的 不過還好他目前是kava對手 先放進去的優勢就在於 有一定概率會被對手打開喔 有一點點機會會被打開喔 其實 但是這真的太大了 AAK可以圈圈跟AAK 這四組牌 還是更 看一下會不會發到一張成花 這也不容易啊 畢竟在這個短牌要成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先發三張一樣的 來嚇死其中一個玩家 先發三張一樣的花 發三張紅桃 嚇死我們就丟 發三張方片 美花 還有三張黑桃 沒有沒有 兩張黑桃 再發三張黑桃 嚇死我們就丟臉他 來個黑桃窿 那就分錢了 分錢就分錢 發三張黑桃 我們的米克塔又要嚇死了 搞什麼又來 又是差很多錢 我們這邊 曹瑞有一個不錯的七十手牌 420萬後手 跟住一個五萬 好 兩家跟住 這裡我們的True Tailor 是 這裡過牌或者加住 甚至拳下都是一個正義力 但目前是處於一個泡沫期 會稍微小心一點 對 我們的True Tailor也是一個很有種有魄力的玩家 他自己還是選擇過牌去看翻牌 因為畢竟有位置 還是可以打一打翻後的 喔 射手牌 我們的Jayton是又拿到了一個天順 天順 而且這是 兩次了 這次是納子順 對 兩次了 剛剛那個還不是納子順 剛剛那個是第二大的順子 這位他是兩次了已經 而且還有我們的曹瑞啊 擁有一個頂兩隊 他這裡的話 選擇all in 直接all in的話 有可能會被頂兩隊坑喔 嗯 有可能的 可是我總覺得這是曹瑞感運氣嘛 會不會曹瑞中個葫蘆啊 有可能喔 下住個四五 曹瑞有可能會直接all in他 那納子也蓋不掉了 就啃僵了就 對啊對啊對啊 畢竟他現在是一個不到一百萬的籌碼 曹瑞有四百萬 果然選擇直接all in 這沒辦法 這個沒辦法 這沒辦法 閃不掉吧 但三七開 如果我們的曹瑞擊中了葫蘆 那我們就進前圈了 我們就進前圈了 他現在想要終於要 終於有機會進前圈了 就可以放開來打了 放開來豁出去打 被生蟲馬壓榨的這個泡沫器太難熬了 真的是很難熬 一張八 這另外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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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PoFa雖然擊中了吧 可是這也是目前最大的手牌 看來PoFa今天運氣也是不錯 兩顆過牌之後 我們Hackson是一顆死亥 因為這很可憐 我沒有想知道 這真有趣 他選擇過牌 那三五玩家基本都沒有什麼機種啊 PoFa只有一個最小的一個8 比6都打不過 只有一個最小的8的機種 那麼兩架過牌之後 我們的Hackson 可能會考慮在這裡做一個下注去偷取地池 他有一個70 我們的Migita可能會在這裡要動手 他想了很久 二十二萬五千的地池也是不錯的 所以他打了 那這個吧 這個的話就是 七萬五千 誰打誰抽持 PoFa這裡五百二十萬的籌碼 其實七萬五千還是 還是蠻少的 那這裡回到這首牌 應該選個開牌了 看一下我們的轉牌 我們選個開牌了 曹瑞尹的話 大家都進了獎金圈了 好 發了一張K 依然是只有百分之十四的概率 我們的Pieter Jayton 我才剛講完之後我覺得曹瑞會贏 我要搞一個了 哇 蓋掉一張石是最後一張絕張石 對啊 我要搞一個了 我們的Pieter Jayton 還有人說有絕張酒啊 我們的Pieter Jayton真的是倒霉啊 這次場比賽 憋了那麼久 他的第一發子彈就是S-King對A死輸 然後S-King對A圈輸 我已經拿了一個酒了 哇 真的是 真的是慘 所以沒辦法啊 對啊 因為我沒覺得他有八公嘛 能不能那麼短嗎 對 他的籌碼也不多 好 那Pieter Jayton是非常遺憾地選擇在這裡出局了 他大字也真的是沒有辦法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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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籌碼 對不對 輸了就輸了 對啊 對啊 沒分別了嘛 不要咯 那你要 那你要 撥回來的啊 要撥才算對不對 對 人家不會輸給你嘛 我們的 布魯光對面坐的是誰啊 聲音真的很好聽 好像是曹瑞喔 曹瑞吧 我一直覺得他 說話很 很斯文文雅 他聲音很 很紳士 那可能也是因為 呃 是生活在法國的關係 哈哈 對 有一種法國人的浪漫 好 四加底吃 終於又可以看到一個多加底吃了 你看 泡泡擠破了之後一下子就好多 好多 就是鬆的一些操作了就 就 滿多不能玩的牌現在都可以玩了 哇我們的曹瑞有一個 中隊 中隊 代買花 一個很強的騎士牌 又是選擇下足十萬 只要別人不打他要打 最後牌 我們的Kineski 是有一個卡K的 卡K的買順 買卡順 並且有一個後門花 後門Nuts花的一個腳牌 如果發一張黑 哦已經到了 哦 可是我們這邊我們的Kineski 還有一個買Nuts花的機會 那奧斯吧還是可以跟 還是可以跟 而且他的花真的很隱蔽 在短牌裡的花真的好隱蔽 他有一個後門買Nuts花的機會 肯定還會跟 哈哈 I did that to tilt you Good one Yeah Actually this is perfect 他選擇跟住 他選擇跟住 看一下合牌 如果出一張K的話 他就麻煩了 沒有出K 那買不到 那他也不會損失很多了 那我們曹瑞勢必 還是要做一個價值下足 但是是我們的Kineski 先動作 還是選擇過牌 雖然我們知道 他是已經沒有辦法去支付了 但我還是想看曹瑞這裡 會打一個多大的一個下足 可能會打一個六十萬 五十萬 五十萬 差不多 八十二萬五千的底池裡面 下足五十萬 Kineski會不會 一股腦衝動 用一個Nuts block 來O-In 應該是不至於 不至於 不至於 他已經緊了那麼久了 可是進了前圈 小心死得萬寧船 別衝動 小心死得萬寧船 小心死得萬寧船 別衝動 他有一個Nuts block 那這裡不至於是說想要抓雞吧 應該不會抓雞 因為A-Hi 在短盤裡面抓雞是太難了 他感覺是想要 我覺得這邊一定不是抓雞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Nuts block 對他有一個感覺是比較想要抓雞 對 算了 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很久 別亂來別亂來 獎金第一名兩千多萬 A-Hi 這裡其實曹瑞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蓋給他 隨便你打多少 打了五十萬 你後手還有九十萬 你現在Race一百四十萬後手 只是加九十萬而已 應該是 結束了這首手牌之後 我們會進行到一個休息 然後今晚我們會 這場比賽打到最後的Final Table 是一個七人桌的Final Table 然後就 結束今天的比賽 明天 會有一個Final Table的一個七人桌 來看一下 好 最後牌 我們的 Hutton這邊應該可以選擇直接Owin了 Divorce這邊只有七十萬不到的籌碼 這個牌是非常大的 完全是可以進行一個Owin 一對一的狀況之下 只有180萬的籌碼 應該可以直接選擇Owin 他果然是選擇Owin了 然後我們Divorce這邊應該是跟不下來的 2A1 哪一對 2A1 C3 C3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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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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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C4 要拿掉幾乎五分之一的錢 過了這輪裝 這是在他看來比較好的一個機會 他可能覺得自己會領先 他有三十個前柱 三十個前柱 一輪大概一輪 假設現在是六輪桌 就是五加二一輪是七個 所以大家可以看五輪的牌 哇 天順 他真的順 天順喔 看一看我們轉牌能不能迎來轉機 喔 現在又有很多的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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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一 九 六 740 break break break